小白 来这儿呢 我走了 你送送我你再吃 真鬼 幸好 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就有点埋太点 该给洗澡的 拜拜 你们两个 我走了啊 拜拜 萨基 你好可爱 谢谢 花文峰北京天都能看见蓝色的 才几天这雾霾 嗯 感谢你神仪的一天歌 请不让我帮你 谢谢 排队 哇塞 这么多 两位证件拿好 后面稍等 谢谢 没事 哇塞 好可爱的兔兔 不用了 谢谢 咱来一个肉夹馍要等多久了 好像好 我来一个吧 谢谢 肉夹馍 咱们几十几 七十四 你好先生 今天我们为你准备的是鸡肉米饭 谢谢 好 请慢用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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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上海机场好大呀 走半天了 不过今天我最期待的不是碗吃什么 而是一会儿住打 因为今天老腰给我们安排的酒店 而且接机也安排好了 还不认识老腰的 可能过两期我们会联动拍一期谈点 然后给大家介绍认识认识 算是我的一个老老老老老老朋友了 这边我带您到停车场 到酒店的话差不多是在40分钟左右 好的 上海的话今天差不多20 23度的样子 OK 放后备箱吧 谢谢 这是家常的好像好宽呀后边 好牛啊 腿都可以伸直 矿泉水 吓一跳 我有给他准备的套 让我准备余子 半十个 半十个 睡觉 睡觉 睡 被睡的睡过 谢谢 谢谢 这是厕所 这是淋浴 这是水池子 这是我 这是浴缸 这怎么又一个水池子呀 这还是我 然后对面呢 是衣帽间 这个刚才是行李 已经被管家拿上来了 然后呢 这又是我 我这酒店为什么这么多镜子呀 这是挂衣服的地方 这是鞋 这椅子 在这能化妆 然后就是睡觉的地儿 这是大床 这是沙发 这个是饮品吧 这应该是冰箱 哎果然是 然后这个是免费的饮品吧 这里是咖啡机 小椅子 办公桌 然后就是 我瞧 这个将劲无敌 兄弟们 好啊 因为 今天这是大窗房 所以呢 我就让大把子 在酒店附近门口 又订了一个 很普通的酒店 这个因为是老妖 听说我来上海拍视频 特意给我安排的啊 非常感谢 然后我特别好奇一点 就是这个大将劲 这个外滩到晚上什么样 您好退房 您好 那个杨先生的那个车钥匙 是跟前这样的吗 好 谢谢 突发宝格丽 这个箱子 其他的 咱们 上海宝贝酒店 已经跑了 这也太快了 这电梯怎么感觉 跟那个商业球那个点击去 我耳朵都堵住了 我也是 哇 这四十三毛的感觉 呜 就上去了 关键的那个加速的时候 你感觉你是 对对对 对对 哇 耳朵疼 牛逼 哇 这是我 这是一个饮品台 上面酒收费 什么啤酒员饮不要钱 然后 衣帽间 这是鞋 这是干嘛的呢 有没有弹幕懂的 科普一下啊 没见过 这挂衣服 我懂 这挂衣服 这柜子里边 抽屉应该是放点杂物的 这也是我 然后明显化妆台 这是一大椅子 这是洗手间 有两个地方洗手 这是 哎呦 马桶 这里边是 哎呦 淋浴 和泡澡的 下边 这是浴衣 这是浴巾 毛巾 吹风机 这是垃圾桶 往里走 这是一张大床 这是沙发 这是 水滚 小吃 矿泉水 这有一半工桌 哇 这大景观 就这么回事吧 我觉得没有外滩好看 看看这边 哇 好高啊 然后这还有一电视机 十足少男 看吗 这我感觉就是比上一个酒店大 然后景观没有上一个好 水挺有错的 对 它是水环保的可降解纸袋 跟牛奶的那个盒 因为这个也是 腰总给我定的 它呢 是想让我把上海几个 比较有特色的酒店 都体验一下 所以这大床房啊 大把子依然跟昨天一样 就先住附近了 然后今天体验完这个酒店呢 再加上明天的新酒店 我再给大家做 最终的汇报 看看这个三个不同的 很有特色的酒店 住起来到底对有什么区别 嗨 贝贝 吃早餐 怎么样 丰盛不 哇塞 香肠 培根 西红柿 菠菜 土豆 双面煎 荷包蛋 水果 橙汁 这是啥玩意儿 你的卡布奇诺 这是一个 泡奶喝的燕麦碎吧 上面有点果冻 不是上面有点水果 这是大把子的单面煎 然后这早餐咱俩吃这么多面包 今天甭吃了 这个是黄油抹面包的 这里是啥呀 这里是茶什么 哇 嗯 还挺香的茶 嗯 我觉得直接只要吃一项香的 这早餐 480一个人 但是呢 邀总给我们订的这房间包含两位早餐 这样子 我拿来来这ство 吃一个 这个 我妈为什么用这个 衣服 然后我拿去 咱们那个 我们两个小来是 很糟的 真的很糟的 我 嗯 回房 哎退房 好 走吧 下一站上海西郊酒店 谢谢大哥 哎呀爽 当老板的一天 啥意思呀 怎么关着大门呢 不让进呢 给你再看一眼 给你 哇 这里怎么感觉那么严呢 这么大 没来过 谢谢 这两个箱都是 请刷身份证 谢谢 哇 一进门 这是我 然后 放衣服的 这是一台子 这是放鞋的 这还是我 水池子 泡澡的浴缸 这个是淋浴间 这个是马桶 然后 我靠这是啥呀 哦 小饮品吧 能喝咖啡 这个是勺 还有杯子 这是杯子 这还有抽屉 这是空的 好 这是我们的箱子 这是两个床 终于要跟大巴子睡一个屋了 这是个电视 抽铁 空的 抽铁 空的 这是一小桌 这是一沙发 这是外边的景 哇 屋外就是水 环境还行啊 失足少年呢 快来 走 看看咱们这两天睡的屋 你要靠窗户还是靠屋 咱俩跟咱们刚到新宿舍似的呀 我靠窗户 转转西郊宾馆 我们是住这里头 看看这外边啊 风景宜人 还有瀑布 这环境不赖 跟小度假村似的 而且为什么要搬到这儿呢 腰总非常贴心 说这儿离洪桥机场比较近 等我们后天回家的时候呢 从这儿走方便 西郊会议中心 这水里怎么还打氧呢 小亭子不错呀 跟鸟窝似的 这上边大的 小蜘蛛你都会害怕吗 不会像 这么大的鸟 那我可能就是男兽 你要大点的我就 我肯定就一拳下去了 你看 你很幸福嘛 喵 它好像你一叫喵 它就找你 喵 挺健康 灵阴小鹿 哇塞 第一次来着真美 而且没什么人 旁边是湖 里边还有好多竹林啊 而且这个树好高啊 你们看 哇 牛 这一个人没有 还挺瘆人的 你别说 我靠 画风一转 又是不同的景色 那两边的小草坪 修得倍齐 好美呀 哇哦 木瓜林 这都是木瓜树 我靠这地上还有木瓜呢 这是木瓜吗 不知道 好多人在这儿休息拍照呀 又是一片大草坪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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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已经是我们在上海的最后一天了 半岛住了一晚上 宝格丽住了一晚上 西郊宾馆住了两个晚上 人走之前呢给大家做个小总结 就是这三个酒店我住下来分别的感受 首先就是5530块钱一天的半岛酒店 它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贵族风 然后古典中的带着优雅 它不管是装修还是整体格调呢 包括这个房间里的陈设都给人一种特别高雅的感觉 尤其是那柜子里我一打开 还有一纯真机 说明就非常的传统 不过上海的这个半岛酒店确实是非常有历史了啊 算是一个超级大老牌酒店 然后就是6830块钱一晚上的宝格丽酒店 这给我的感觉就是极简奢华 然后住进去呢 房间确实这仨酒店里最大的 最离谱的就是床边它有一个枕头菜单 有很多种枕头被子可压你选择 就能保证你睡的是最舒服的状态 然后这三天啊 我在宝格丽睡的那一晚上 也确实是最香最舒服的 然后免费的早餐呢 也确实挺丰盛好吃的 如果用车来比喻啊 前面的半岛 那就是劳死 然后呢 宝格丽啊 就是买巴赫 最后呢 就是此时此刻啊 我待在这个西郊 这个房间呢 相对于就非常普通了 整体干净跟舒适度啊 我觉得是很标准化的 但值得一提的是 它这个外边的绿化太牛了 而且整体酒店给人一种 特别庄严的感觉 并且呢 这个酒店也是专门接待 国家领导人来上海 或者说国外的友人啊 国外的大领导来上海的 这么一个聚集地 当然他们不住这个宾馆 他们是住这个院里 其他的地方 但有一点就是 你不开车来 太不方便了 你只能打车进出 你要想走出去 走好老远 OK啊 那么这个小伙论就到这里 主要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三天不同酒店的体验 咱们价格大人探 不见不散 拜拜